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与人相处 学会以下五条忠告 你会更轻松的应对人际关系的烦恼 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际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面 有时由于关系不好 我们可能会因为无人帮助而感到沮丧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和心情 以下是五条忠告 包括你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 更轻松的与他人相处 第一个是认真的倾听 在与人交往中 倾听比表达更加的重要 善于认真的倾听对方 能够减少误解 增进感情 在表达自己观点之前 学会成为一个认真倾听者 这有助于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第二个是提升自己 社交本质上是资源的互换 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否则拥有广泛的人脉 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努力提升自己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能够给予他人自然而然的帮助 这样更多的人才会靠近你 第三个是不要对他人期望过高 不要高估你与他人的关系 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感 在人际交往中 保持平常心 不要过分的期待 以免因期待过高而带来的强烈的失落感 第四个是学会爱自己 不要因为迎合他人而降低自己的底线 学会爱自己 保持真实和至尊 这样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 在人生的旅程中 坦荡真实至尊至爱 是活得更好的关键 第五个是对亲近的人多点耐心 亲近的人对你的宽容和理解是珍贵的 在处理亲近的人时 要保持耐心 减少坏情绪 不要因为过度的依赖人际关系 而对亲人产生负面的情绪 与亲近的人共同成长 会让人的会让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 通过追寻这五条忠告 应该可以更轻松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烦恼 建立更健康积极的人际网络 人生是一场自我进步的旅程 让我们共同努力 学会感恩 爱自己 常常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 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